华山文创品牌长刘冠营昨天在脸书发文表示 台北市明湖国校今年6月14号的营养午餐 有一道咖喱炖猪肉的料理里头的猪肉块含有金属针管 对此负责的中央厨房工扇学校闭湖国校 已经对团扇业者开罚16000元 但团扇业者表示初步怀疑问题是来自肉品供应商 供应商则表示会出现金属针管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幼猪疫苗接种时疫苗针管断针 或者是电载猪时夹杂金属异物 不少学童几乎天天吃营养午餐 但北市有国小的营养午餐被爆料出现金属针管 华山文创品牌长刘冠营在脸书发文表示 最近得知有国小的营养午餐猪肉里面竟然有针头 但这件事没有人讨论让他相当惊讶 对此北市教育局证实事发在今年6月14号 学生在咖喱炖猪肉这道菜中吃到金属异物 当下立即通报学务处更换餐点 也请学生去健康中心确认检查后占无异状 由于发现金属异物的国小 是由另一家国小的中央厨房工膳 工膳国小校方表示 根据了解发现的金属异物外形就如一般针头 但管身较粗 初步推测是猪脂打的疫苗 幸好小朋友及时发现并未吃下肚 先放到嘴巴的时候 然后就发现有异物 然后就拿出来 所以是小朋友当天是没有吃到 也没有受到伤害 罚款甚至是停餐 甚至是解除合约的 按照合约来执行 对此学校认定是重大卫生缺失 对团山业者祭点八点 罚款一万六千元 就算是猪疫苗 为何会出现在营养午餐内 有业者提出质疑 我觉得说正常来讲 CS的产品应该要有金属检测器 是这个部分应该是在前端 就是应该要被把关出来 实际询问负责的团山业者 业者转述肉品供应商说法 初判有两种可能原因 幼珠疫苗接种时 疫苗针管断针或电载珠时 夹杂金属硬物 团山业者也致歉 并表示将对肉品供应商 提出商与求偿 并要求供应商对内含金属物质 却通过检测进行说明 而教育局已经通报 卫生局及产业局 到源头肉品工厂持续追查 要找出真相 接下来台北最后报道 大家在这周围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